HELLO 大家好 我是Liz 想跟大家聊聊 Foodie吃貨關心的話題 並把美食知識介紹給各位 跟大家聊過一些Netflix的美食節目後 今天我要來大推一部 經典復刻的鐵人料理 講到這個節目真的是有一點感動 因為小時候是看這個節目長大的 然後因此非常著迷於主廚還有料理的世界 那Netflix今年1月释出了重拍的消息 果然轰动美食圈啊 那我把这条新闻贴到我的脸书之后呢 我的foodie朋友们纷纷来留言讨论 铁人料理呢 他在烹饪竞赛节目中 真的是具有不可撼动的经典地位 很多粉丝都怀念他很多年 那铁人料理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他甚至是烹饪竞赛节目的始祖 今天就要来带大家看看这些来龙去脉哦 还有铁人料理 他也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他是如何启发一整个世代的主厨跟foodie呢 最后新版的节目有哪些看点 我必须说铁人主厨很弱耶 我觉得挑战者都比较强 应该都可以打败铁人主厨的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这一季节目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哦 日本原版的铁人料理 日文叫做料理の鉄筋 是在1993年10月10号首次登场 节目的设定是 由陆赫战使扮演的贵族 一心寻找梦幻美食 他因此创办了美食学院 旗下有铁人主厨 挑战者将前来厨房竞技场 与铁人主厨一较高下 每场对决都有一个主食材作为主题 两位参赛者必须在一小时内制作多道料理 并且接受美食记者 料理评论家还有艺人的审查来决定胜负 这个创新的节目形式马上就引起轰动了 他把通常待在幕后的厨师拉到了幕前 现场实况转播料理的制作过程 富士电视台的播报员 并且由福布营养专门学校的校长 福布幸运来解说 虽然是料理秀 观众就好像看了一场另类的记忆格斗 烹饪也可以像看NBA世足赛一样紧张刺激 在这之前的料理节目 是在观众可以学着做的前提下 按照顺序一步一步来 铁人料理则是省去了制作步骤的介绍 用专业而且大胆豪放的烹饪技巧 吸引观众的眼球 开启了全新的美食综艺节目格式 也成为料理竞赛节目的反本 后来诞生的料理竞赛节目 或多或少都参考了铁人料理 所以称铁人料理为料理竞赛节目的始祖 也不为过哦 铁人料理跑红了非常多厨师与料理人 铁人主厨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像是第一代的铁人主厨 日本料理的道场六三郎 八国料理的石锅玉 还有中华料理的陈建一 都是日本非常知名的人物哦 那到了第二代法国料理的铁人 阪景洪行呢 他是石锅玉的接棒者 有趣的是 阪景主厨现在已经80多岁了 还有经营YouTube频道哦 那1996年 道场六三郎宣布退休 接棒的人 是另一位核实大师 中村孝敏 道场爷爷今年已经91岁了耶 现在还很活跃 也有经营自己的YouTube频道哦 我觉得超酷 第四位铁人主厨 也是最年轻的意大利料理厨师 神户盛宴 但不幸的是 神户主厨三年前 竟然从高处意外衰落 不幸身亡 让许多人非常惋惜 1998年 中村孝敏主厨决定退休 日本料理铁人的地位呢 就由森本正治继承 森本正治后来也成为 美国版Iron Chef America的铁人哦 当时森本主厨是在担任 纽约知名日本餐厅 Nobu的主厨期间 接受了富士监视台的邀约 成为日本的料理铁人 后来他在美国创业了 就以Molimoto为饼牌 开设餐厅 目前他在美国各大城市 还有中东地区 以及日本东京 都有开餐厅哦 这次他也有回归Netflix 最新版的铁人料理 在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些 日本版铁人料理的冷知识 每场比赛开始前 主席都会大喊 Ale Cuisine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来错菜吧的意思 那美国版的Iron Chef America 以及最新的Netflix节目 也保留了这句话 真的是这个节目 一贯的经典台词 还有 你知道日本版节目的主题配乐 竟然出自 奥斯卡金奖大师 汉斯寂默吗 原来那是1991年 好莱坞电影 《御火赤子晴》 原生代的一部分 而铁人料理选用食材 更是不惜血本 六年间的花费 竟然高达八亿四千三百三十五万日元 铁人料理又是怎么远度重洋到美国 并且大获成功的呢 其实 在美国的美食专门电视频道 Food Network 制作美国版铁人料理之前 1999年 日本版的铁人料理 就已经在Food Network上面播出了 当时有日文发音 英文字幕的版本 到了2000年 日本版的铁人料理 就打败了当时的Food Network 明星主厨 Emerald Lagasse 成为最多人观看的节目 这代表美国观众 对于这种料理竞技 也大感兴起 日本版铁人料理的成功 当然让Food Network 动了制作美国版铁人料理的念头 不过 在Food Network推出之前呢 另一个电视台 在2001年 就先做了一个 模仿日本铁人料理的节目 叫做Iron Chef USA 结果是大失败啊 因为它对于烹饪的琢磨太少了 只是在做综艺效果 那Food Network 当然想办法要做出更好看的节目 于是在2005年 他们推出了 Iron Chef America 那基本设定 和日本版一模一样 福布校长的角色 是由Food Network的当家主持人 Alton Brown来担任 而主席一角则由美国武术明星 Mark Dacacos来担任 那这两个人 也都有在Netflix 最新版铁人料理里面 继续出现哦 令人感动也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 新版铁人料理的主席表情 太夸张了 他的研绎啊 和半折植树里面的 香川造枝有得拼 那如果你回去看 旧的Iron Chef America 确实Mark Dacacos的演出 没有那么极端 那大家知道 他和陆赫战士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吗 其实 美国版的主席 就是 日本版主席的侄子 所以 他才会说 In the words of my uncle 然后大喊那句知名的 Ale Cuisine Iron Chef America 总共有11位铁人主厨 第一代铁人包括Food Network 至今当家的Bobby Flay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三本正知 Moemoto主厨 而Cat Cora 则是史上第一位 女性铁人主厨 后来他们还有衍生节目 像是The Next Iron Chef 来决定新任铁人主厨 还有另一个衍生节目是 Iron Chef Gumbler 则是让铁人主厨们 互相竞技 这些都很有趣 而且也证明了 铁人料理在美国 有多受欢迎 天人料理是料理竞赛节目中 经典中的经典 影响非常深远 不知道有多少主厨 是因为看了这个节目 才立志当厨师的呢 而他更启发了 一整个世代的腹底 以日本来说 虽然80年代 就有热门的美食漫画 例如美味大挑战 已经启发了大众对吃的兴趣 但是让餐厅大厨 甜点师傅 成为焦点瞩目的关键呢 就在于90年代的电视综艺节目 这些观众以百万人为单位的电视节目 影响力压倒性的大 铁人料理请来一流的主厨 还有知名美食家 培养一种从娱乐角度 观看饮食的文化 节目中充满的食材和料理有关的知识 也造就更多讲究吃的人 前面有提到 这和过去的料理节目是不同的 以前多着墨于料理的步骤 还有教学 让观众可以在家做菜 可是 铁人料理才没有要你学会那些菜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你也不需要学会 那其实专业厨房运作 真的就像在打仗 而铁人料理就揭露了这样的内幕 让一般人大开眼界 当然为了制造综艺效果 铁人料理的呈现 是比真实世界要夸张许多 当时担任富士电视台企划的石元龙 就曾经说 这个节目是以细虐的方式 模仿米其林等等既有的权威料理 虽然细虐 却也呈现一个重要的理念 就是所谓的料理 并不是爱情 而是技术和艺术 昭和中期 日本媒体谈到家庭料理的时候 会一再使用 料理就是爱情这句话 而铁人料理则是第一个 针对昭和时代 盛宵成上的爱情传说 提出意义 铁人料理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 食材知识更普及了 其中包括异国的食材和调味料 也因为节目中经常出现 新奇大胆的风味组合 例如香鱼和西瓜做成慕斯 或者用味噌和起司调味的豪华起司火锅 让专业餐厅甚至家常餐桌 都更勇于城市跨界 跨文化的料理搭配 而在铁人料理之前 日本的专业厨师 其实也不太认识一些食材 例如烘酒醋 在节目热映之后 你在超市的货架上就能看到了 而蚝油等等的外国调味料 也进入了一般的家庭 把镜头转到美国 美国各式各样的料理竞赛节目 或多或少都以铁人料理为范本 例如Bravo TV 在2006年推出的Top Chef 就成为Iron Chef America以外 另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美国烹饪真人秀 Top Chef后来输出到法国 也成为法国最重要的烹饪竞赛节目 Food Network 自己也推出其他的热门烹饪竞赛节目 例如2009年登场的Chopped 也是一个经典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烹饪竞赛节目 很多差不多都在2005、2006诞生 除了Iron Chef America 还有Top Chef 从英国红到澳洲 美国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 Master Chef 厨神当道 目前的版本 也是从2005年2月开始的 而我们最熟悉的地域厨神 Gordon Ramsey 把他推向生涯高峰的电视节目 Hell's Kitchen 地域厨房 也是在2005年首播 收视率就是最清楚的指标 收视率越好 广告越多 电视台就越爱制作这样的节目 以Food Network而言 2005年 他们一年只有两档料理竞赛节目 到了2014年 变成了一年16档 而且整个电视台 收视率最高的前五档节目 都是料理竞赛类型 来讲讲新版Netflix的铁人料理 我觉得很好看 那他不仅忠于人版的DNA 也加入了新时代的氛围 那我尤其喜欢他加入了一个新角色 就是Kristen Kish 那Kristen Kish 他其实是2012年Top Chef的冠军 后来在美国就很红 也有很多电视节目 而他在节目里面很有亲和力 有很好的化学作用 我觉得很棒 很有个人魅力 那另外 评审里面有一个亮点 是Andrew Zeman 大家还记得古怪食物吗 这一回Andrew他来担任 Iron Shape的评审 还有重量级评审也出现了 包括Wolfgang Park 还有森本正志主厨 都有大师风范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那来讲讲挑战者跟铁人主厨 我觉得啊 这一季节目啊 挑战者都比铁人主厨强 怎么会这样 那铁人主厨里面 也是有一些知名的厉害人物 像是Kurtis Stone 大家还记得帅哥厨师 到我家吗 后来Kurtis主厨 在美国有开三间餐厅 而且其中一间 有摘下米其林一星 而另一位米其林大厨 是Dominique Crane 他是法国人 也是美国第一位 摘三星的女主厨 可是我觉得他很弱欸 他做的菜 真的风味组合很无聊 然后presentation也很薄弱 就是我看了不想吃 然后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可以赢得比赛 那另外还有Marcus Samuelson 我觉得他做的菜也还好 我没有很想吃 我觉得里面最强的 应该是这位Gabriella Camara 他的做料理的sense 还有他的风味组合 跟选用的食材 我觉得非常厉害 那最后 我必须说 我觉得他是最弱一味 看他做的菜 我真的会翻白眼欸 他做的菜呢 是所谓的 East meets West 他把中菜跟发菜 结合在一起 可是我觉得 其中真的有很多 老掉牙的思考 总之大家看节目就对了 我觉得他的菜很不OK 那挑战者都是一时之选 我觉得很棒 节目单位很用心 去寻找美国餐饮的新势力 那其中 profile最高的 应该就是Kurtis Duffy 其实他已经算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主厨 他曾经摘过米其林三星 而现在的餐厅 Ever是有二星 而他还有一个重点是 他是献给米其林的生命贵客 For Grace 这部纪录片的主角 这部纪录片里面 记录了他得到米其林三星的过程 也很好看 而挑战者之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Ester Choi了 这边爆了一下 他是最后面对五位铁人主厨 挑战他们的那一位厉害的挑战者 他做的菜我觉得也是很有Sense 他的味蕾应该很敏锐 而且他是韩国人 所以他把韩国的identity彰显出来 非常的骄傲 我觉得这点很棒 我在看节目之前 其实就先认识他了 因为我在Uncle Roger的YouTube里面 看到他 他跟Uncle Roger超级暧昧的 两个人在里面真的充满了粉红泡泡 也很有趣的互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讲到铁人料理 其实都会让我有点激动 因为真的是一部 影响我很大的一个节目 真的让我就是着迷于主厨的世界 而且真的就变成了一个foodie了 同样对我来说 启发性很大的节目呢 包括料理东西军 还有电视冠军 这些日本美食节目 那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都是看这样子的电视节目长大的吧 而且真的小时候看电视 就开始学习美食知识哦 所以真的 嗯 大家跟我怀念一下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铁人料理 我觉得新版铁人料理 真的有2022年 这个时代的感觉 那我也想听听 大家是怎么爱上美食的 你有没有哪一部 印象深刻的美食节目 欢迎留言来跟我讨论哦 也记得帮我订阅按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